哇 這樣子 這樣子做到那個心 都不能夠進入一種比較平和的狀態對不對 那他說服欲強制約絕 不是對方不想要你硬要 那這樣子兩邊怎麼能夠交流呢對不對 一定就是斷開的 能量是斷開的 他說為之晉級約廢 廢就是白廢的意思 就是說你做得很快 他就把它做完了 那你這樣子只能動到交感權 你不能動到副交感權 你整個做愛能夠得到的功用 都沒有得到 就浪費掉了 所以他說如果呢 人呢知道怎麼做這件事的話 人的這個健康品質跟壽命 還可以再提升的 那我們現在是一個 喜歡亂用交感神的社會 以至於大家的健康品質都是低落的 其實中國人一直都是在這個 做愛皇帝之事 讓身體變壞了很多 那這就是因為不知道他這個 做這件事情的真 這個大原則 那而且最後他還講很好啊 他說人啊 身而所不學者 一約喜二約喜 他說人啊 活著呢能夠不要學就會的東西 只有吃飯跟呼吸而已啦 之外的呢都是要學與福啊 那個福音學習的喜的一福 他就說所以呢 所以異生者實也 就是異性有異的異 就是因為你 人天生就有吃東西的能力 所以可以密集讓自己活下去 他對你的身體有異對不對 可是準生者色也啊 就是因為Sex這件事情 本來是人類需要煉成它 然後讓它變成就是你莫莊主的事情 可是人類都把它關在黑盒子裡面 不學會怎麼煉成 然後用過日常生活的方法的那一套用心 來用在你的Sex上面 以至於你的生命受到擁害 那就是說 所以聖人就覺得說 Sex這件事情是要學的啊 那不曉得同學你覺得 這樣子的一個原理原則 你們覺得可不可以實踐得了啊 能夠實踐的話 就祝你們長命才不得了啊 賴家恩 你不能加油啊 原始的感覺 加油 擺爛對不對 然後說要認識七成八成要有擺爛之心 尤其是男人要有足夠的 就是做不成的沒關係的一種 沒有得失心的擺爛之心 如果你能夠 做到真的能夠放下自己的面 來好好的擺爛的話 那你就可能活得更久啊 大家知道